许昭昭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上班,她哭红了眼眶,在我公司楼下叫我的名字,同事问我是不是惹了什么麻烦,我一见到是许昭昭,顿时就愣住了。 沈雨薇,我求求你,把陆之行还给我好不好。 她这句话引来了众人旁观,你怎么可以抢走我的一切,凭什么呀,现在连别人的心上人也要抢走吗? 沈雨薇,我到底欠了你什么?她说的心上人,指的是我结婚三年的丈夫,同事们对我的议论一重盖过了一重。 我冲下了楼,在她说出更多引人遐想的话之前,将她拽到了无人的角落。 许昭昭,你到底要做什么?还给我啊,你把陆之行还给我。 她总是重复这句话,可她当初跟着那个富二代出国的时候,丝毫不顾及陆之行的感受。 连一句分手都没有,她就离开了。 我同陆之行相逢于威时,陪她白手起家,看她有了自己的公司。 再到后来,我们感情稳定结了婚。 在那张照片出现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大学室友许昭昭是她的前女友。 我以为那都过去了。 陆之行是我的,你凭什么抢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沈雨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她哭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她变得这么脆弱。 陆之行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去扶了许昭昭。 昭昭,你别哭,我在。 她心疼地抱住她安慰。 可陆之行,不是我的丈夫吗? 于薇,昭昭她情绪很不稳定,她得了抑郁症,你别刺激她。 她并不在乎此刻我在想什么,抱着许昭昭就上了车。 我站在风里,有些不知所措。 许昭昭回来了,她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 因为我生来就欠她的。 我欠她一个爸爸,当初为了救我葬身火海, 从此我的父母就成了她的父母。 昭昭她妈妈早逝,爸爸又为了救你而死,你必须让着她,知道吗? 我把我妈的这句话刻进了脑海,时刻紧记我欠她一条命。 后来为了照顾她,我甚至要跟她考同一所大学。 尽管我超出那所学校分数两百分,我让了她很多年,直到今天,她要我把丈夫让给她。 余威,你说什么刺激昭昭了? 她哭成这样。 我妈打电话过来质问我。 昭昭她得了抑郁症,她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要逼死她吗? 我不轻不重开口,当初她抛下所有人出国的时候,考虑过我们吗? 那是我们沈家对不起她,她离开也是应该的。 这么多年了,她总能为许昭昭找到借口。 陆之行也是。 她没有回家,编的借口也漏洞百出,今天加班,我就不回来了。 可我就在她公司楼下,她根本就没有在公司。 我是在毕业后才认识陆之行的。 她主动接近我,追求我。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总是在透过我看另外一个人的影子。 直到有一天,在她的书房,看到许昭昭的照片。 我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她。 她将照片扯过,乱翻什么。 我第一次见陆之行生气,我们在一起六年,她对我几乎没有秘密。 可直到我发现许昭昭。 那就是她受过的情伤,她不愿意开口,甚至好几次都对我发脾气。 为什么要我扔掉照片? 昭昭她怎么你了? 你容不下她? 你怎么这么无理取闹,一张照片而已? 她的语气像急了我爸妈。 昭昭虽然出国了,但是这里是她永远的家,照片要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余薇,你每天都要去打扫昭昭的房间,她肯定会回来的。 我知道那是许昭昭的家,却没想到陆之行的心里也一直有她。 陆之行没回来,我睡不着,我打她电话没有接,直到半夜陆之行主动打给了我。 沈宇薇,许昭昭的声音响起,知行在我家里。 我平静地开口,你觉得当小三很光荣吗? 沈宇薇,你是后来者,我才是她的心上人,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我被这句话恶心吐了。 你欠我爸爸一条命,你这辈子都还不清我。 陆之行,我不打算让给你了。 她总是在提醒我欠她的这件事。 实际上,当初是她在家里玩烟花,火星点燃了窗帘,她为了吓我却关紧了房门。 以至于后来她爸爸死了,她却毫不愧疚。 许昭昭,我跟她已经结婚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 可是她爱我,她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我跟陆之行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她一连三天都没有回家。 好不容易回来的时候,我却看见她在收拾行李。 陆之行,我想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她按住的肩膀,声音似乎是在安抚我,朝朝她病情不稳定,见不到我,她可能会发病。 你真的相信她得了抑郁症? 余薇,你不要无理取闹。 你妈妈都在照顾她,只有你这么冷血吗? 是啊,我冷血,让我的丈夫去照顾小三,这才算大度吗? 她眼神一立,你怎么能这么诋毁昭昭? 她不再对我有任何温言软语,很快就收拾好了,行李离开了家门, 我整个人蹲了下去,抱着膝盖颤抖着哭泣。 我知道我争不过许昭昭,但不知道陆之行和我的感情那么脆弱。 天亮了,我把我们结婚三周年准备的蛋糕倒进了垃圾桶里, 她早就忘了,只有我记得就像一个笑话。 我妈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为什么不回家来看一眼昭昭? 她这些年受了很多委屈,你知不知道她多可怜,她可怜。 我的老公不是在照顾她吗? 沈雨薇,你怎么变得这么薄情寡义,陆之行都比你懂事, 那就让她当你的女儿吧。 我挂得很快,以防她听到我颤抖的尾音,外面很快就下起了大雪。 好像在掩盖我歇斯底里的情绪,麻木已经覆盖了痛苦, 我只能喝酒把自己灌醉。 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我就这样浑浑饿饿过了十几天, 陆之行打开家门的时候,看见我这个样子, 她显然有些错愕。 为什么打你电话不接? 喝这么多酒,你是想死吗? 沈雨薇,为什么招招的醋你也要吃? 她只是个病人,你不要跟她计较了好不好? 我没说什么,只是扑进她怀里开始掉眼泪。 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 你不该这样,为什么要对招招抱有敌意呢? 你从前不会这么不尽人情的,你真的变了许多, 我松开了手,望着她的眼睛,我变了。 陆之行,是你说不会变心的,为什么许招招一出现, 你们所有人都向着她? 于薇,你为什么总是揪住这件事不放? 如果说这一切有源头,那你害她失去了爸爸, 你才是那个罪人不是吗? 我心仿佛落下一块巨石,永远都会败在这里。 我自嘲地笑了笑,对,我欠她的,欠她一辈子。 她又抱紧了我,好像同从前一样。 每当我生气的时候,她给我一个拥抱就能把我哄好, 可是这个拥抱现在夹杂了太多别的东西, 她是为了许招招来安慰我。 你怎么这么烫? 你自己发烧了都不知道。 她似乎很生气,她马上给我找了药冲泡给我喝下, 紧贴着我的额头感受我的体温。 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血液,她也是这么抱着我的。 那时候家里没有存药,她背着我去楼下买药, 可那时候太晚了,很多药店都关门了。 她背着我走了很久的路,才找到医院门口。 我想她是爱我的,可这样短暂的温存,在夜里就被打破了。 好,招招你别害怕,我在,我在,我马上来。 许招招又打电话过来了。 她向我解释,招招出门来找我,不小心迷路了,我得去找她。 我紧紧攥着被子,陆之行,我发烧了。 她眼里似有不仁,但还是坚定说道,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完全。 那我呢? 我反问她。 她深吸了一口气,冷冷道,我都跟你结婚了,还要怎么样? 你要亲眼看着招招去死吗? 陆之行离开得很决绝,就像奔赴她失而复得的爱情。 我拖着笨重的身子,一个人去了医院。 周琦见到我的时候,有些不可思议。 于薇,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憔悴?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发烧了而已。 后来我看着体检单上的报告,顿时动也动不了。 我还这么年轻,怎么会得癌症? 于薇,目前有一套适合你的治疗方案,我打断它,不用说了。 我知道再怎么治疗,我也活不了几个月了。 她的眼泪比我掉得还快。 余薇,你相信我,我摇摇头,谢谢你,周医生。 跟周琦从大学认识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她为我掉眼泪。 即使在我眼里,我们只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 给陆之行打电话的时候,她还是未接。 以前不管发生什么,她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即使错过我的来电,她也会给我发消息。 我换了号码,冷静给她拨打了电话。 她接了。 陆之行,我们离婚吧。 沈宇薇,你又闹什么? 你那么爱许昭昭,舍得她当第三者吗? 我们又何必在这里互相试探折磨。 我不同意。 陆之行真的很奇怪。 这是我给她的台阶,即使我不提离婚。 我们名存实亡的婚姻也会让我们的感情裂成一地的碎片。 可她不同意又能怎么样? 许昭昭会同意的。 你来做什么? 我找到了陆之行给许昭昭买的房子,她将它安置在这里。 你想跟陆之行结婚吗? 我开门见山,你是来挑衅我的吗? 沈宇薇,她迟早会跟你离婚的,你别得意。 我已经提了离婚了,可她偏偏不同意。 许昭昭握紧了拳,沈宇薇,你在炫耀什么? 当初如果我没有离开,你有资格遇到她吗? 到这时候了,许昭昭还觉得我是在炫耀。 我真恨,当初那把火怎么就没有烧死你? 她恶狠狠盯着我。 你终于承认了是吗? 对,我就是想戏弄你,我想看你狼狈,可偏偏为什么是我爸爸遭受了这一切? 她哭了出来,你欠我的知道吗? 你这辈子都欠我一条命。 她想冲过来打我,我反而躲开了,她被茶几绊倒。 昭昭,陆之行出现得很及时,看到她的额头被撞出了伤口,很是心疼。 沈宇薇,谁允许你到这里来的? 你又来刺激她什么? 我冷笑着,离婚啊,你这么爱她,还不答应跟我离婚? 许昭昭拦住陆之行,不,别离婚,是我的错。 我没有想过,插足你们感情,她抱着她安慰,你没有错,招招。 沈宇薇,这是你逼我的。 她多无辜啊,离婚说成迫不得已,只是为了保护她爱人而已。 离婚冷静期一个月后,搬家的时候,周琪来帮我。 陆之行看着有些怒气,你就是为了她才跟我离婚的事吗? 周琪的车停在小区外,她因为好心来送我,却被陆之行污蔑。 沈宇薇,你竟然出轨? 我跟周琪认识这么多年了,陆之行知道我们只不予友情,清清白白。 陆之行,你自己的罪名还要扣在我头上吗? 我不再理会她,上了周琪的车,由着她带我去医院。 可有些时候,命运偏巧捉弄人,不想见的人总是无时无刻出现。 我看到陆之行陪着许昭昭来医院了,他们挂的是产科。 我握着手里的单子,看着她却觉得有些讽刺。 她盯着我手里的单子发问,你来医院做什么? 我将癌症报告单几成一团,扯了扯嘴角,恭喜你啊,要有孩子了。 许昭昭在她面前,永远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就好像我会把她生吞活剥了似的。 我很疼,是生理上的疼痛占据了所有理智的情绪,周琪出来的时候扶住了我。 沈宇威,我们才刚离婚你就找了别的男人。 我真是小看你了。 周琪想帮我解释,你知不知道她我皱着眉摇摇头,不要说。 我能感受到陆之行的目光有些灼,似乎在痛恨我的背叛。 毕竟我跟周琪在大学时,被大家开过玩笑。 我们彼此没有捅破的窗户纸,在毕业后因为陆之行的出现,而变得沉默。 陆之行向我表白,给我制造无数惊喜。 我沉溺在她给我的虚假爱情中越陷越深,也愿意救赎她被人伤过的曾经。 后来我才知道,她接近我是因为许昭昭。 她忘不了她,爱她。 多么讽刺的理由,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苍白没有血色,鼻血不断往外涌,掰着手指算我还能活几天。 我妈打了电话过来,昭昭怀孕了,她也算你半个妹妹,你过来照顾她。 我止住了流血的鼻子,喉咙干涩得不像话,才清吐出几个字,我的丈夫已经让给她了,难道还不够吗? 沈宇威,你发什么神经,你跟陆之行已经离婚了,说什么让不让的,现在她情绪好不容易稳定了,需要人照顾,你连这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她披头盖脸说了一顿,好像有错的,还是我。 妈,我好疼啊。 这句话说出去的同时,只剩下嘟嘟的声音传来,她早就挂断了。 我疼到眼泪砸在地上,抱着洗漱台干藕。 我多么希望我还能活到新年,能看到烟花盛放的灿烂景象。 于威,不许拔针了,知道吗? 周琪的声音带着一些不忍,会好起来的。 可我知道自己好不起来了,我不想浪费钱,我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看春暖花开。 周琪,我还能看到春天吗? 她吸了吸鼻子,好像有些哽咽,当然。 我才不信。 小年夜的时候,外面放起了烟花,趁着周琪没注意,我又逃出了医院。 沈宇薇,你在哪儿? 破天荒的,陆之行给我打电话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跟那个周琪同居了? 家也不回。 我怒急返校,那是我的家吗? 你和许招招睡觉的时候,难道还要我躺中间吗? 陆之行电话那头被我气到了。 沈宇薇,你发什么疯? 关心话听不出来吗? 我倒是没听出来他话里的关心。 他好像就是来给我添堵的。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周琪给我发了消息,我说我想自己走走,不用找我。 可我走着走着,就看到了陆之行。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他唇线紧绷,不由分说就过来拉住我。 你的手机被我安装了定位,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每天都往医院跑,去见那个周琪。 你亲生父母都不见了。 我想起我的手机还是陆之行买的。 你跟踪我有意思吗? 他粗暴地把我塞进车里,没有任何感情的开口,我不允许你再见周琪。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车子已经启动,他的侧脸依旧冷峻。 就凭你是招招的家人。 他语气冷冽,你不回家,你让别人怎么看招招? 很快,他就把车开到了我爸妈楼下,小年夜的氛围很是温馨,但是在我进门的那一刻,他们的笑容都僵住了。 还知道回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没这个家了。 我妈讲话依然带刺。 我爸没说什么,只是笑着让我赶紧坐下吃饭。 许招招嘴角搭拉着,眼底里满是厌恶的情绪。 你也没什么事做,回来照顾一下怀孕的招招不行吗? 都是一家人,你怎么能这么冷血? 我没有任何胃口吃饭,冷冷一笑,我的老公变成了我的妹夫,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孩子是吗? 我妈立马就拍了桌子,沈雨薇,招招现在跟陆之行是合法夫妻,你再敢乱说,就给我滚出家门。 餐桌的氛围很快就冷了下来,我强忍着疼痛,笑了笑,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家。 我离开的时候,陆之行想留我。 许招招一掉眼泪,他立马就甩开了手,他总是这样摇摆不定,我恨自己没有早点看清。 我离开了那个不属于我的家,一个人在大街上孤独地走着,周琪打了好多个电话过来。 我终于还是接通了。 余薇,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乱跑,你知道吗? 余薇,余薇你怎么了,你别哭,我马上过来。 后来,我还是被周琪带回了医院,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我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陆之行在江岸边给我放了一个很漂亮的烟花,他说我们每年都要这样。 那时候他抱着我,许下的承诺万千,我也以为自己遇到了良人,却在许招招来了之后全被打破。 我妈妈说了,吃点糖会好起来的。 后来家里剩的糖果都要给许招招,因为他哭了,他说他爸爸在世的时候,给他买的就是这种糖果。 我妈心疼他,就把我那一份也给了他。 明明家里不缺这一颗糖,可是许招招要什么都有,因为我们全家都对他愧疚,所以想办法弥补他。 给他买最昂贵的裙子,抱最好的兴趣般。 我什么都没有。 直到陆之行的出现,他给了我很多糖果,用糖果做成的花束,他说等他有钱了,会全部换成玫瑰。 他总能投其所好,可我的确就被一束糖果打动了。 年少不可得之物终将困其一生。 我还是被他困住了。 我吃着小女孩给的糖果,哭了起来。 小女孩也有些手足无措,姐姐,你一定会好的,你不要哭。 她的家长把他带走了,我看着自己因为化疗掉的头发,越来越难过。 我想漂亮地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总是抗拒治疗。 哭了很久很久,我鬼使神差地给陆之行的软件发了一条消息。 这是陆之行公司新开发的一个软件,叫做恋语APP,这里可以记载情侣相爱的日常,可以储存美好的回忆。 六年来,这里上传了我们将近上千张照片,我们会把每一个纪念日或者有趣的事情记录在这个软件里。 有趣的是,我刚打开这个软件的那一瞬间,六年前的这一天有一条消息传送了过来,陆之行要和沈雨薇永远在一起。 这是陆之行留下的,那时候这款软件还没有流通在市场,那时候讲的话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风一吹就散了。 而他后面的那句话是,余薇,看到这句话记得要给我一个拥抱。 我被病痛折磨得冷汗直冒,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由得心头一颤,在这个软件里给他发了语音。 陆之行,我好痛啊,好痛。 可是我好想你,好想好想那个只属于我的陆之行。 我快要死了,等我死了,你就把这些记录都删除,反正,我早就不爱你了,我说不出话来了。 看着外面开始下雪,瑞雪照封年,所有人都很开心。 树梢的绿被白雪覆盖,我在撕开一块糖果的包装,已经尝不出什么味道了。 我再见到陆之行,仍然是在医院。 我戴了帽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准备在除夕去买些小烟花,本以为逃过了周琪的眼睛,却迎面撞上他们二人。 许昭昭的肚子比平常两个月的要大许多,陆之行牵着他的手,很是温柔。 沈宇威 趁着陆之行去找医生的间隙,许昭昭把我拉到了一旁,我很不耐烦地甩开他。 你能不能别在我和陆之行面前出现了?医院是你家开的,见到你我才是真的倒霉。 我不想跟他过多纠缠,我怕等下买烟花的摊贩就走了。 我没注意,被突然横插过来的一脚半倒后,就摔下了楼梯。 好在,没摔死我。 我撑起最后的力气,看向许昭昭,他得意地笑了笑,然后便离开了楼梯间。 周琪找到我的时候,他吓到失语。 大概是心伤天就伤,他都不敢相信,反正这个心伤在额头上,也影响不了我迟早会面临的死亡。 不过,依然加剧了我的痛苦。 也许真的看不到新年到来了吧,也买不到烟花了,手心里握着的糖果也快要融化,外面的雪下了一层又一层。 我握着手机,拨通了那个电话,迷迷糊糊讲了一句,陆之行,我还想看一次烟花。 你又耍什么花样?他冷漠地开口。 不过,我竟然回光返照了,因为我看到陆之行出现在了我眼前。 滚啊,你给我滚。 周琪像疯了一样,要打陆之行。 陆之行好像哭了。 不过,我已经看不太清他的样子了。 余薇,余薇你怎么了? 他颤抖着开口,似乎不敢相信躺在病床上的是我。 今晚可是除夕,他怎么能哭呢? 也不嫌晦气。 他怎么会得癌症,怎么会? 你没有给他治疗吗? 他揪着周琪的衣领,他好像不再理智,他好好的,为什么短短几个月会变成这样啊?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我欠许昭昭的吧。 我欠他一条命,老天就要把我这条命收走,去赔给他。 余薇,你看看我,你再看看我好不好。 你不会死的,一定不会的。 他哭到撕心裂肺,差点拔掉了我的氧气管。 余薇,我们复婚,我们复婚你就能好好的对不对? 我求求你,别离开我。 余薇,他握着我的手,哭得深情又哀痛。 就好像六年前在漫天烟火下,看我的眼神温柔浅犬。 只可惜,回不去了。 我爸妈也来了。 弥留之际,我竟然能看到我妈为我而哭,我觉得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不对,明天的太阳我也看不到了。 余薇,余薇,他哭到不能自已,让我看看他病房里哭成一团,好吵。 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睁眼了,只能听到那些声音绕在我的耳边,不停地诉说着缺失的爱。 余薇,你答应过我要永远在一起的。 你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周琦把他打了一拳。 从没见过医生打人的,周琦一向温文尔雅,他竟然发了狠地说话,他不想再见到你,滚啊。 他说得没错,我只是很怀念那年除夕的烟火。 怀念刹那而过的曾经,怀念那时的他和我。 但绝对不是现在的陆之行。 我很想骂他,可我已经说不出很多话来了,只能喃喃着,他很快就贴到了我耳边。 下辈子,我不想再遇见你。 陆之行半生的走马灯一闪而过,我想我大概已经是死了吧。 好像浑身的病痛都减轻了不少。 可是病房里的悲痛大哭依然传入我的耳朵。 我的灵魂飘在病床的上方,身体透明。 我看不见自己,就好像一缕随时都会吹走的风。 余薇,余薇,陆之行已经哭哑了嗓子,她的嘴角还流着血丝。 我妈直接哭晕了过去。 我见到这一幕却很是平静,明明生前都不爱我,在我死后,他们好像都醒悟了。 好像我这一生,就是要用命来破这个局的。 我的尸体推入太平间之后,我又看到了徐昭昭。 除夕夜可真热闹。 我所有的亲人都来医院送我。 智行,你别哭了。 他既然已经死了,也算是解脱陆之行狠狠甩开他的手,仿佛变了一个人。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了。 你满意了? 你带着你的孩子给我滚啊? 陆之行的话好奇怪。 那不是他的孩子吗? 很快我爸妈也冲了过来,别吵架,别伤了胎气。 我爸疑惑,智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那也是你的孩子。 他直接冷笑出声,我的孩子。 笑话,他这个孩子早在国外就有了。 我根本就没碰过他。 所以,许昭昭的孩子不是陆之行的。 可陆之行还是替许昭昭承担了一切,因为他和我家人一样,舍不得许昭昭受委屈。 年少时喜欢的人如今又扑进自己的怀里,失而复得,谁能不恍惚呢? 许昭昭还是哭了。 智行,你说过的,你不会不管我的,他哭起来的时候梨花带雨,这一招对所有人都有效。 漂亮可怜,谁都会对他产生怜惜之情。 你当初离开我的时候,考虑过我吗? 为什么我和于薇的生活正常了? 你就跑回来,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 他欠你爸爸一条命是吗? 他现在还给你了呀? 原来,他都知道。 陆之行知道许昭昭的心思,可他没有戳破过。 他任由许昭昭伤害我,因为他舍不得他。 之行,可他已经死了呀。 他就是欠我的,他还清了,我不怪他了不行吗? 之行,你说过,无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都会爱我的许昭昭哭到声音发颤。 扯着我妈的衣袖,希望他能说些什么。 我妈只是缩回了手,继续无声地哭泣。 陆之行眼尾发红,像是恍然大雾般忽然哭笑起来。 我的灵魂又随着他飞到了空旷的平地,他买了好多烟花,可惜都没有那一年那样盛大。 他心绪迷离,看着烟花傻笑起来。 余威你看,我们的第七年来了。 我们没有熬过七年之痒,这烟花一响而散,我在乎的那个人也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打开了那个叫炼羽的APP。 他也收到了那条来自多年前的信息,陆之行要和沈雨薇永远在一起。 在映入他眼帘的是,那几句我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时候,一些胡言乱语。 陆之行,我好痛啊,好痛。 可是我好想你,好想好想那个只属于我的陆之行。 我快要死了,等我死了,你就把这些记录都删除。 反正,我早就不爱你了,他像是疯了一般,开始对着那款APP不停地给我发消息。 余威,你别怕,我永远陪着你。 你还在跟我说话,你肯定没生我的气对不对? 余威,别离开我。 这便是我在新年到来之际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可惜我的灵魂也随着那些盛放的烟花一样,升到高空之上,被风雪覆盖,再也看不清回家的路。 不对,那本来就不是我的家。 第三是角,沈雨薇死后。 陆之行就跟许昭昭离了婚,他什么都想要,于是都失去了。 他从前一直认为,沈雨薇是许昭昭的替身,他追求他爱她,只是想知道许昭昭的近况。 可后来发现,他自己便早已就沦陷在自己设的局里。 他爱的是沈雨薇,一直都是。 可惜这句话,直到他死,也没能说出口。 那个记载了他们将近七年岁月的炼羽,在新年到来之后,再也没有更新过。 他想去要回沈雨薇的骨灰,但是沈雨薇早就把他的身后事交给了周琪。 他说要离开这片土地。 因为他欠了别人,离开这里,就谁也不欠了。 沈雨薇的妈妈好像记忆消退了不少,头上生出了许多白发,这是我给薇薇买的裙子。 这是薇薇喜欢吃的糖果。 那条裙子只有十三岁的少女能穿得下,而沈雨薇也尝不出糖的甜味。 可惜这个中年妇女男男着,觉得这样做能弥补些什么,只能每天在那里对着沈雨薇的照片傻笑。 陆之行看着一切,麻木又平静。 他们都失去他了,就在雪夜的除夕,他下辈子都不想再遇见他。 爱与恨总是交织。 他又准备了很大的一束糖果花朵,花店的老板娘笑着说,你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 他摇摇头,她是我的妻子。 老板娘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让他很开心。 在沈雨薇死后,他似乎很喜欢向所有人去证明,他有多爱沈雨薇。 可这于事无补。 陆之行,我求求你,让我见你一面行吗? 电话里,许昭昭哭成了泪人。 他怀着身孕无处可去,只能找陆之行。 他从前很有把握,像陆之行这样的舔狗。 只要他一昭昭手,他就会冲上来摇尾巴。 后来他实在腻了,又嫌他不够有钱,甩他的时候,许昭昭没有任何负担。 只是没想到,那个富二代就是玩玩而已,把他搞怀孕之后,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打胎。 他决定回国找陆之行接盘。 他会同意的。 毕竟许昭昭一哭,陆之行就心疼到搂着他安慰,他从小到大都被人宠着,自然也懂得如何把控人心。 他假装说他有抑郁症,所有人都开始心疼他。 可真正抑郁的却是沈宇薇,却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过。 沈宇薇死后,陆之行就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 之行,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知道吗? 我可以为了你去打掉这个孩子,你别不要我,我真的只爱你。 陆之行挂断了电话,摸着沈宇薇的照片,仿佛他就在眼前。 余薇,你放心,除了你,我谁也不要。 许昭昭后来还是坚持生下了这个孩子,每天就像一个疯子一样跑到陆之行的公司楼下去哭。 之行,你看看我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孩子,他大概已经疯了。 周琦开车经过的时候,见到了这一幕,觉得荒唐又讽刺。 可惜,他也错过了自己心爱的女孩。 人生总是有数不清的遗憾。 陆之行最后一次见沈宇薇的时候,是在梦里。 于薇,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是吗? 于薇,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好爱你,我真的很爱你啊。 他冲过去想拥抱她,却在偌大的房间里抱住了空气。 醒来后,他永远地失去了她。 林浩第一次骗我是为了沈可。 他说他在应酬,其实是沈可被家暴,他带她去医院治疗。 五年婚姻,竟不如沈可的几滴眼泪。 林浩,我们离婚吧。 绝对不可能。 我已经一天一夜没见到林浩了。 桌上的饭菜凉了又热,来来回回好几次。 沈阿姨,收桌吧。 太太,您不吃吗? 在这个家,保姆阿姨都比我的丈夫关心我。 包里有彰化验单,是我上午去医院测的。 孕育新生命的喜悦只持续了两分钟,隔着过道,我看见了林浩。 他小心翼翼扶着沈可,走进检查室。 我坐在过道旁的椅子上,犹豫着要不要等他们出来, 当着沈可的面告诉林浩,他要做爸爸了。 直到他们从检查室出来,身影消失在走廊的另一侧, 我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坐着,像一座可有可无的雕塑。 我不知道我在耸什么,我又不是他的田狗, 林州两家是平等的商业联姻。 我完全可以跟他大吵一架。 先爱上的人先书,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你怎么在这儿? 雅光质感的男士皮鞋在我跟前落定, 我抬头看去,林浩醋着眉,英俊的脸庞满是倦意, 哪儿不舒服? 胃疼。 怎么又胃疼了? 喝了多少咖啡? 林浩低头看了眼手表,查了吗? 查好了,没什么大事。 少喝点咖啡,按时吃饭,林浩抬步往电梯口走, 我还有事,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敷衍我。 他轻笑一声,走进电梯,回家跟你解释, 林浩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 他男人打他,我送他去医院。 林浩说完,又强调了一句, 我们之间没什么。 他这么讲,我姑且这么信, 我只有一个要求,注意分寸。 一定。 林浩的保证还在耳边萦绕, 电话一响,他立刻翻身起床。 陆明去医院了,我得去看看。 我立马起床,我跟你一起去。 对方家属都亮相了, 我有什么理由不录一下面。 林浩没出声,只是拧着眉头,步伐飞快。 我一阵小跑才追上他。 你开慢点。 林浩一路狂飙,急杀急停, 我差点把碗饭吐他车上。 你说,你跟来干嘛? 尽管他收着语气, 也足以表达出他的不耐烦。 行,我不去了, 你往回开,送我回去。 林浩叹气, 您能别闹了吗? 您能开慢点吗? 沈可的婚姻狗带了, 拿我俩殉葬吗? 林浩知道他不占理, 默默放慢车速。 病房里, 沈可坐在床上, 哭得梨花带雨。 陆明跪在地上, 哭得比沈可还大声, 我不是东西, 我该死。 小可,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沈可态度坚决,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陆明还想说什么? 鼓道热肠的护花使者林总 已经坐不住了, 长腿一脉, 走到陆明身旁, 像提小鸡仔一样, 把人提起来, 他说不想见到你, 在绝对的体力压制下, 陆明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在病房外拍门叫喊。 他这样, 其他病人怎么休息啊? 沈可转过头, 暗自垂泪, 你管别人呢? 小可现在这么难过, 这是林浩为了沈可, 第二次对我了。 我瞪了他一眼, 打算回去再找他算账。 林浩见我开门, 立声问, 干嘛? 安抚一下外面那位, 不然呢, 由着他这么闹吗? 我去便利店, 给陆明买了点饮料和食物, 他也几天没好好吃喝了。 陆家破产了, 暂时还没公布, 不过资产已经在冻结结算了。 他想让沈家帮他一把, 但是沈家不愿意。 你不能因为沈家不帮你, 打自己老婆出气啊。 像个爷们吗? 他垂下头, 双手掩面哭泣。 别哭了, 我把纸巾丢到他面前, 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 能帮我劝劝小可, 别把孩子打掉吗? 孩子是无辜的, 沈可怀孕了。 你好意思开这个口, 打孕妇? 你还是个人吗? 陆明突然跪下, 扯着我的裤腿, 我也是才知道的。 求你帮帮我吧,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沈可为什么嫁给你? 你心中有数, 我们这个圈子, 婚姻就是这么回事。 爱情本身就是奢侈品, 是用金钱都换不来的奢侈品, 露首富, 您该醒醒了。 我一开门, 就看到林浩转过身, 冲我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而他的另一只手, 被睡梦中的沈可攥在手里。 你先回去吧。 嗯, 不走留着添堵吗? 凌晨两点, 道路上行人寥寥, 等了半小时, 依旧没打到车。 您去哪? 一位热心人摇下车窗, 车里看着像是两口子。 太晚了, 我们送您一段吧, 麻烦了。 我坐进后座, 青南路16号。 好, 我开下导航。 导航开始工作, 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宽阔的城市道路上。 乖, 明天请一天假, 别去上班了。 男士看了一眼时间, 这都三点了, 女士摇头, 不行。 一天工资大几百呢, 你男人养得起你, 就这么定了, 明天在家休息, 回去给你熬一锅粥。 明天吃清淡点, 女士笑而不语, 应该是接受了男士的建议。 到了, 男士往窗外看了一眼, 外面黑漆漆的一片, 要不要我送您到楼下? 不用了, 我家不远, 不行五分钟就到, 我从皮夹里取出名片, 力通集团, 周静, 今后二位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两位好心人拿着名片, 惊讶地对视了一眼。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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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瑟瑟, 卷起一地枯黄色的银杏叶。 看了一眼日历, 原来今天是双降, 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 我拢了拢大衣, 朝双手哈了一口气, 迈开步子往家走。 神可预约了人流手术, 遇上这么窝囊的爹, 还不如重新投胎。 林浩如是说, 我莫名想笑。 先生, 鸽子汤炖好了。 沈阿姨把保温筒放到桌上, 我还放了点红枣和枸杞。 嗯, 林浩拎起保温筒, 我去医院, 晚上早点睡, 不用等我。 切, 我才不会等她呢。 回到卧室, 我闺蜜, 也是林氏集团的高管陆甜甜, 打来语音。 啥? 天天往医院跑。 她打算伺候神可坐月子。 我敷着面膜, 修着脚趾甲, 恐怕伺候我坐月子, 都没这么上心。 怀孕的事, 你跟她说了吗? 我皮笑肉不笑地摇头, 哪有机会啊? 你们林总不是在加班, 就是往医院跑。 陆甜甜正经微作, 你听我的, 明天你去医院送汤, 把怀孕的事告诉她, 正好让姓沈的也听听。 咦, 这不好吧, 显得我很绿茶, 则, 陆甜甜则舌, 走绿茶的路, 才能让绿茶无路可走。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只能骂娘, 等明天去医院, 看了情况再说吧, 都是老相识。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林浩让司机小李回来, 拿鸽子汤。 我说, 我去吧, 给她一个惊喜。 隔着玻璃, 我看到里面两位正在拥抱, 惊留给了自己, 喜应该帮他们贴在病房的门上。 听到敲门声, 林浩猛地推开神渴, 起身给我开门。 我不是让小李回去拿的吗? 林浩从我手里接过保温筒, 目光躲闪, 语气责怪。 我想我老公了, 来看看不行吗? 我为接下来要说的话做铺垫。 看到他们抱在一起的那刻, 我已经顾不上什么绿茶不绿茶了。 阿浩, 你还是回去吧, 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神渴装目作样地劝林浩回去。 以退为进是吧? 谁不会啊? 我顺势也让林浩回去, 对啊, 你回去休息会儿, 这里交给我, 你会照顾人。 林浩质疑, 你可拉倒吧。 说话间, 林浩手机响了, 我接个电话,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阿浩了, 神渴倒是会说话, 明明是林浩的功劳, 硬是把我给带上, 还排在前面。 都是朋友, 能帮就帮。 门外, 林浩举着手机, 时不时往里面看一眼。 有点饿了, 能麻烦你把汤递给我吗? 不麻烦, 小事一桩。 我倒了一小碗汤, 递到神渴手里。 他惊呼一声, 松开了手, 一碗热汤全洒在了地上。 滚烫的汤汁淋到我脚上, 被淋湿的打底裤又烫又黏。 我立刻坐到一边, 脱掉鞋子, 用湿纸巾擦拭降温。 林浩冲进病房, 查看神渴的手, 烫到哪儿了? 烫到脚了。 我冲林浩吼了一声。 我没事, 都怪我, 是我没拿稳, 神渴自责。 阿浩, 你快看看小静有没有事, 中气这么足, 能有什么事? 林浩俯身拾起地上的碎片, 扔进垃圾桶, 我找宝洁来清理一下, 阿浩还是这么体贴, 我可真羡慕你, 绿茶这条路, 旁人还真是走不来。 路名也不差啊, 没离婚的时候工资上交, 离婚以后, 共同债务一个人扛, 周静, 你会说话吗? 林浩推门进来, 白了我一眼, 开口闭口都是钱, 宝洁阿姨把地面清理干净, 神渴到了生谢。 汤只有半碗, 而且那个碗, 我是兜底端的, 特意把两边最凉的地方留给神渴。 我都能端住, 它是有多细皮嫩肉啊。 那碗汤明明都泼我搅上了, 它啥是没有啊? 越想血压越高, 我再待下去, 要吃酱鸦片了。 我走了, 不送, 直到我关上门, 林浩都没看我一眼。 夜里, 我瞪着眼睛, 看着天花板发呆, 走廊传来脚步声, 我立刻闭上眼睛。 林浩进屋, 打开灯, 掀开被子。 干嘛? 看下你的脚, 这么凶干嘛? 我赌气, 把脚缩到被子里。 他刚做完手术, 身体不舒服, 情绪也不稳定, 他突然抱住我, 我没反应过来, 林浩还挺委屈。 你给我个准信, 你打算伺候他到什么时候。 林浩动了动唇, 却说不出具体时间。 等你想好了, 请告知我一下。 我和林浩莫名开始冷战, 不想搭理对方。 我爸办生日宴那天, 我以为他不会来, 已经替他编排好理由。 他拎着礼物, 突然出现在晚会上。 有点事, 耽搁了。 爸, 生日快乐。 我爸笑得合不拢嘴, 小静, 快带你老公去吃点东西, 特地赶过来, 饿坏了吧。 你坐我边上吧。 我让人在我旁边夹了把椅子, 怎么有空过来? 我说过, 有空就会来的。 以往我的家庭活动, 他都是没空的。 回去的路上, 车里安静得可怕。 说吧, 什么事? 你一定要把我想得这么功利吗? 林浩不满, 我是诚心给爸助寿的。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林浩这才老实交代道, 有个事, 跟你报备一下。 说, 我想安排小可进集团工作。 知子莫若父, 知林浩莫若我。 审视也破产了。 林浩解释道, 他刚离婚, 进审视容易被人指指点点, 先在林氏积累些工作经验, 过两年再回审视。 你是问我意见, 还是通知我呢? 周静, 咄咄逼人可就没意思了。 唱白脸没用, 开始唱红脸了。 没关系, 他会变脸, 我会冷暴力。 我和林浩冷战升级期间, 神可养足精神, 到林氏报道了。 以前陆甜甜是人事行政经理, 现在行政两个字让给神可, 活还不能放手, 得为神可保驾护航。 陆甜甜, 来了个姑奶奶。 我, 你就好生伺候着吧。 林浩知道, 我和陆甜甜的关系, 他把神可交给陆甜甜, 也是在避嫌。 算他有点心眼子。 送我回家的男士偷偷找我, 想找个靠谱的兼职。 经济上遇到困难了吗? 不不不, 不是跟你要钱。 宋强局促道, 小雨怀孕了, 我想让他辞职在家休息, 我再找个兼职, 冒昧问一下, 立通收兼职快递员吗? 没有, 兼职快递员风险太大, 立通没有这种岗位, 也不会特赦。 宋强失落道, 打扰您了, 您看这样可以吗? 我给出方案B, 我给小雨安排一份轻松的工作, 工资不会比他现在低, 但是这个岗位只会为他保留到孩子三周岁, 三周岁后, 他要靠自己的能力, 重新找一个合适的岗位, 宋强感恩戴德, 感谢感谢, 我问问他的意思。 你们商量好, 随时跟我说。 几天后, 我把陈宇安排进林市, 也是人事行政部, 他的福利待遇以及办公成本全部由我自掏腰包。 人交给陆甜甜, 我很放心, 活必须轻松, 而且能学到东西。 你嫌我这姑奶奶不够多啊? 陆甜甜嘴上抱怨, 却是一点不藏私的娇晨语。 冷战一直持续到结婚纪念日。 林浩雇了无人机, 在园区音乐喷泉的上空, 表演了一整晚, 最后悬停成我想静静四个大字, 一直到凌晨才停下。 你有病啊? 你不觉得浪漫吗? 我不知道他对浪漫是有什么误解。 我想静静四个字, 唯一的作用就是把喜感拉满。 这时还上了微博热搜, 词条土豪的土味示爱。 陆甜甜暗爽道, 土怎么了? 某人可是眼红得不行, 还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呢。 这福气给他好了, 陆甜甜骂我, 你少说屁话, 孩子的是跟他说了吗? 还没, 你打算拖到啥时候? 的确拖得有点久了。 既然林浩主动示好, 那就趁这个机会告诉他。 今晚跟他说, 陆甜甜秒回, 这就对了吗? 我打算弄个烛光晚餐, 算是回应一下林浩的我想静静吧。 哈哈, 我看行, 有了陆甜甜的鼓励, 我觉得方案可行性直线上升。 晚上早点回来, 有事跟你说。 林浩回得挺快, 知道了。 晚上, 我用毕生厨艺凑出来一桌菜, 对着精心布置的烛光晚餐, 从不饿等到饿, 又从饿等到不饿。 蜡烛新烧得只剩一小节, 林浩人没回来, 信息也不回。 他在加班, 我找陆甜甜打听, 陆甜甜纳闷, 没有啊, 走得很早, 踩点走的。 我正要打他电话, 玄关传来动静。 去哪儿了? 林浩一身酒气, 老朋友请吃饭。 我和林浩的好友圈 几乎是重合的。 老朋友? 谁啊? 怎么喊你不喊我? 不是说有事吗? 林浩岔岔开话题, 好事坏事。 好事, 我指了纸餐桌, 我会烧饭了。 那就一起当谜语人吧。 林浩不愿意说的是, 我在神可的朋友圈找到了答案。 的确是一群老朋友, 他们一起吃饭合影。 以往拍照, 林浩站C位, 我站他边上。 五年前, 神可瞧不上这个位置, 果断嫁给首富陆明, 现在, 他稀罕了。 我望着照片出神, 身旁是呼呼大睡的林浩。 次日产检, 蕴桶有些低, 医生开了药。 我把要跟所有的检查报告一起, 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陆田田, 出事了, 看见信息给我回电话。 我立刻给陆田田回电, 怎么了? 行政不是有块业务, 帮A类干部办理居住证, 护照等私人证件吗? 有一个证件需要提供收入证明, 薪酬数据是陈宇提供的。 证件办妥以后, 神可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群发了一封办理成功的知会邮件, 把各位领导的薪酬数据一起转发出去了。 哦, 现在高管们的薪酬外泄, 还有好事之徒把数据报到网上, 这是现在搞得有点大。 林总让我开了陈宇, 不是神可发出去的吗? 关陈宇什么事? 林总怪陈宇没有给表格加密,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那神可呢? 怎么处理? 陆田田冷笑一声, 你觉得林总能拿他怎么样呢? 知道了, 我找林浩。 然而, 林浩根本不接我电话。 他是不是猜到我会找你告状? 陈田田进退两难, 我现在怎么处理呢? 他在公司。 在的, 我赶到林氏集团总部, 陈田田下楼接我。 陈宇的操作本来就没什么问题, 而且人家是孕妇, 怎么开? 陈田田一路抱怨, 神可闯这么大祸, 一点是没有, 以后行政人士部到底听我的, 还是听他的。 你也只敢在我面前嚷嚷, 你怎么不给林总谱谱法? 陈田田冷哼一声, 都怪你, 早点把孩子的事跟林总说, 神可还有什么机会。 田田, 他是个孩子, 不是我绑住林浩的绳子, 林浩的办公室在顶楼, 单独一间, 宽敞又气派。 我扣了门两下门, 推门进去, 让你进来了吗? 林浩呵斥一声, 抬头看到是我, 你怎么来了?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 神可。 曾经的京市第一名员, 现在像块狗皮膏药。 你们聊, 我先出去, 不用, 这是跟你也有关系, 坐吧, 我留下神可, 关上门, 薪资泄漏的是我知道了, 薪资再漏, 也没露田田的嘴漏, 林浩还没意识到, 那根触发我情绪爆炸的引线, 已经燃到尽头。 又或者, 他意识到了, 但并不在意, 露田田的嘴再漏, 也没有神可的绿茶味漏啊, 周静, 你说什么呢? 林浩呵斥道, 给小可道歉, 神可的眼圈瞬间红了, 小静, 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林浩, 你要开陈宇, 行啊, 从他入私, 到孩子出生三周岁的工资, 及相应的二恩, 我个人赔给他, 他是我塞进来的人, 我全权负责, 同样的道理, 神可是你塞进来的人, 你总要给个说法。 林浩冷哼, 结婚的时候说好的, 公司内务互不干涉, 你在我办公室里, 教我做事,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林浩, 你拿离婚压我? 林浩眉头紧簇, 别偷换概念, 我没说离婚, 我决定离职了, 神可落下两行青泪, 二浩, 别为了我跟小静吵, 小可, 我要是在自己的公司里, 都护不住你, 以后在京市如何立足? 林浩安抚好神可, 冷脸对我, 少拿离婚吓唬我, 咱俩到底是谁离不开谁, 你心里没数吗? 我定定地看着林浩, 五年光阴如弹指一瞬, 他一点都没变, 依旧英俊, 精明, 以及不爱我。 是啊, 曾经的立通离不开林氏, 但是, 立通为林氏提供了十几年的物流服务, 物美价廉, 保质保亮。 今时今日, 林氏敢说他离得开立通吗? 在我的注视下, 林浩不自在地转过头, 回家, 别在这添乱。 我吐出一口浊气, 突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林浩, 我们离婚吧。 林浩惊讶, 诧异, 不敢相信。 他根本想不到, 离婚二字竟然是我先提。 这一瞬, 他毫无防备, 不知所措。 等他回过神, 刚要开口, 我打断道, 对, 我就是在吓唬你, 你敢不敢跟我离婚? 林浩定了定心神, 陈生道, 离就离, 周静, 你别后悔。 我猜到他会这么说, 因为神可看着呢。 相处五年, 我对林浩的了解, 远超于他对我。 离开林氏大厦, 我联系律师起草离婚协议, 然后找搬家公司, 连夜从林浩家搬了出去。 一周后, 我联系林浩, 离婚协议书发你邮箱了, 你抽空看一下。 直到第二天早上, 他都没有回复。 我知道他在拖延时间, 利通和林氏的服务协议快到期了, 他在等我低头。 但这次, 我没打算低头。 我不仅要跟林浩离婚, 我还要让利通跟林氏脱钩。 爸妈, 利通股东, 我和林浩的好友圈,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既然大家对我诸多不满, 我引就辞职吧。 嘈杂的会议室, 瞬间安静下来。 他们打着长辈的名义, 说我小题大做, 对我的个人隐私指指点点, 可一听我要撂挑子, 吓得连屁都不敢放。 这婚我离定了。 这话其实是说给林浩听的。 他找来这么多人给我施压, 却一拳打在棉花上。 好比两个小孩吵架, 一个骂了一堆脏话, 另一个只说了一句反弹。 这下轮到林浩坐不住了, 他让助理约我去临时谈续约。 闹够了吗? 林浩一开口, 就把锅甩给我。 你那天不也同意离婚了吗? 我是被你给气的。 林浩恨恨道, 你为了那个陈宇跟我离婚。 周静, 你是不是疯了? 我们之间的问题是陈宇造成的。 难道不是因为审可? 林浩语色。 我把离婚协议书摆到林浩面前, 你还是看看吧, 别逼我上诉离婚。 林浩把协议书撕成碎片, 丢进垃圾桶, 离婚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林浩敏唇, 看着我不说话, 表情委屈, 倒像是被我欺负了一样。 那林氏还续不续约? 取决于你。 针对林氏不续约的情况, 我是做过预案的, 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 立通有六成营收, 来自林氏。 如果我储备的大客户全部转正, 勉强能补回三成。 剩下三成若补不上, 立通不得不裁员, 并关停三成网点。 我尽可能稳住心态, 却还是焦虑到彻夜难眠。 世家集团总裁孙力恒抛来橄榄枝, 我嗅出了阴谋的味道。 出于好奇, 我参加了孙公子的局。 酒局上还是那群老熟人。 他们热络地招呼我坐下, 对我嘘寒问暖。 一共八把椅子, 翩翩我身旁空着一把。 林浩推门进来, 静止走到我身边坐下, 点菜了吗? 没呢, 孙力恒把菜单递给我, 你们两口子一起看吧。 我接过菜单, 放到林浩面前, 你看吧。 点个酸菜鱼吧。 林浩不爱吃酸菜鱼, 这是给我点的。 孙力恒立刻捧根, 还是林公子知道疼老婆, 小静, 你也给你老公点个硬菜呗。 力恒, 你消息这么灵通, 应该知道我已经起诉离婚了吧。 此言一出, 仿佛按下了静音键, 整个包厢里听不到一点声音。 小两口闹别扭很正常, 起诉离婚过分了呀, 孙力恒故作深沉道, 你这么不通情达理, 我世家可没法跟力通合作了呀。 我扫尸一圈, 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滑过, 在座各位, 都是这个意思吗? 有人面面相去, 有人沉默不语。 林浩悠悠道, 周静, 以方就该有以方的姿态, 你想让大家掏钱用力通, 连杯酒都不静吗? 孙力恒马上搭枪, 林公子这话在里, 这样, 你今天要是能把我喝趴下。 世家的物流服务全交给力通, 旁人附和道, 是啊, 小静的酒量那可是女中豪杰, 合作嘛。 喝唱快乐再谈, 我喝不了, 林浩冷笑, 你这么没诚意, 就别怪大家小气, 我怀孕了, 氛围瞬间凝固了。 林浩震惊地盯着我, 你再说一遍。 我喝不了酒, 我怀孕四个月了, 孙力恒苦笑, 林公子, 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还在这淘米, 想再煮一锅, 你也不怕把前面那锅煮糊了, 哈哈, 有个笑点低得没忍住。 林浩瞪了一眼, 那人尴尬地吞声。 我大不离开包厢, 林浩急不追上我, 扣住我的手腕, 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松手, 林浩不仅不松手, 还越扣越紧。 林浩, 神科打胎的时候, 你说过什么? 你还记得吗? 遇上这么窝囊的爹, 还不如重新投胎。 林浩猛地放开我的手, 神色慌张, 你想打掉孩子。 周静, 你是不是也想打掉孩子? 我不想。 我冲林浩吼, 我有能力把他生下来, 给他最好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打掉他? 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我了? 能不能让我太太平平把他生下来? 林浩大概知道自己说话不中听, 被我吼完以后整个人都安静了, 像是被毒哑了一般。 我开车回家, 他不近不远地跟着, 一直跟到我家门口才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 林浩的助理带着合同到立通找我, 说林浩想尽快续约。 我说, 情况有变, 立通承接了新客户, 以当前的承载力 无法承接林氏的全部业务。 周总, 林总的意思是, 一切以您的意见为准。 我正犹豫要不要接, 周总。 助理小张兴, 冲冲地跑进来, 便赴耳道, 聚精集团赵总的助理来电, 赵总想请您吃饭。 林浩的死对头, 赵东海。 我没回复林浩, 说要考虑一下。 先赴赵东海的约, 瞧瞧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听说过赵东海, 海市首富, 跟林浩一南一北, 瓜分了华国的电商市场。 晚上, 他为了跟我吃饭, 特地从海市赶过来。 抱歉, 让周总久等了。 赵东海笑盈盈地推门进来。 他穿着深色的修身西服, 整个人高大挺拔, 眉宇间透着鼓鹰气。 我也刚到。 坐吧, 别拘束, 点菜了吗? 赵东海没有一点甲方的架子。 我们从菜单聊到京市的特色小吃, 从小吃聊到景点, 从景点聊到风土人情。 赵东海突然灵魂拷问, 你不记得我了? 何止不记得, 我根本找不到一点关于赵东海的独立记忆。 我真满一盅白酒, 拿出以方该有的姿态, 赵总, 我敬您一杯吧。 赵东海端起我的酒中, 一饮而尽, 这杯我替你喝了, 以后不准喝了。 茶足饭饱后, 他终于问我, 周总, 合作吗? 合啊。 我还想聊聊细节, 他大手一摆, 不用, 赵临氏的协议, 把甲方改成巨京就行了。 吃饭两小时, 签约只花了五分钟。 赵东海要连夜飞回海市, 我送他到机场, 临别前, 他又问了我一遍, 还没想起来我是谁吗? 我头脑风暴未果, 只能尬笑, 赵总, 能给一点点提示吗? 不能, 你怎么忘的, 怎么记起来, 赵东海台步往机场里走, 再想不起来, 我要记仇了。 利通的那鬼, 把消息透露给林浩。 林浩来质问我, 为什么跟巨京合作? 我反问, 为什么不能跟巨京合作? 他语气责怪, 我和赵东海是竞争对手, 你不知道。 哦, 那你要加油了, 我看赵东海做生意比你精明多了, 林浩气得挂断电话。 冷战不到两天, 他又来问我, 下次产检什么时候, 我陪你去。 谢谢, 不用, 我已经起诉离婚了。 这一次, 林浩涨骨气了, 整整一周没来刷存在感。 他最近忙着找新的物流合作商, 听说不太顺利。 那是当然的。 林氏体量大, 要求也高。 利通为了让林氏满意, 在部署网点和分检中心时, 是不惜代价的。 为林氏提供高于市场水平的服务, 价格还要跟着市场走, 或者更低。 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被我接管后的利通。 林浩总以为是他在施舍我,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样子。 现在想来, 也是挺可笑的。 惊世落了一场百年难得一遇的大雨。 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路边的大树都刮倒了好几棵。 这阵仗我只在海大上学的时候见过。 暴雨, 海大, 死去的回忆突然攻击我。 在海大就读时, 我把利通的网点开进了海大校园。 那四年, 我一边读书, 一边经营网点。 某天回宿舍的路上, 看到一个男孩鬼鬼祟祟的贴广告。 飞, 鱼, 网。 同学, 开网店吗? 男孩热情地给我推销, 现在入住平台有优惠哦。 保安的手电一照过来, 男孩瞬间跑没了影。 保安大叔上前, 骂骂咧咧地撕掉了广告。 第二天, 老时间老地点。 你对这面强情有独钟啊。 哈哈哈哈, 男孩尬笑, 我也没办法啊, 海报给我, 贴我快递车上。 男孩对我感激涕零, 谢谢, 谢谢。 贴海报的男孩叫石南, 在宿舍排行老二。 他们宿舍一共四个人, 都在海大读研。 飞鱼网是他们的毕业设计, 也是创业项目。 赵东海那会儿还叫赵坤鹏, 是他们的社长, 也是飞鱼网的核心主创。 印象中, 我跟其他人都打过照面, 聊过天, 只有这位鹏哥, 神龙见首不见尾。 海市地处南方, 到了夏天, 暴雨说下就下。 那天小张请假, 我顶他的工作, 冒着大雨, 开着快递车, 挨个宿舍送快递, 送到石南楼下, 他一看是我, 下这么大雨, 你一个女孩子送这么多。 小张能送, 我也能送。 你等一下, 石南上楼没一会儿, 下来四个头套黑色垃圾袋, 脚踩人自脱的男生。 你帮我们宣传, 我们帮你送快递, 那四个男生里, 有一个是赵东海。 世家集团的孙老夫人做寿, 孙力恒宴请各界名流。 我,林浩, 沈可都在受邀之列。 孙力恒找我的时候, 话里话外示意我, 别跟林浩斗气, 跟他一起出席。 我说, 我会出席, 但不会跟林浩一起。 宴会当天, 林浩像块膏药一样贴着我, 沈可像块膏药一样贴着他。 有点隔应人, 我想甩掉林浩, 急不离开, 沈可突然转身, 手里的红酒全泼我身上。 宝蓝色的礼服藏不住红酒渍, 弄脏得又刚好是肚子隆起的地方。 小静, 对不起, 对不起, 沈可扯着嗓子跟我道歉, 拿起餐巾没轻没重地给我擦。 我心愁就恨涌上心头, 越想越气, 抬手给了沈可一记耳光。 他踩着恨天高, 亮呛了两下, 被林浩稳稳扶住。 阿浩, 我不是故意的, 泪眼汪汪, 委屈巴巴。 周静, 你别太过, 我瞪了林浩一眼, 他立刻收声, 没敢往下说。 沈可无脸痛哭,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 这么凶, 怪不得林浩不喜欢他, 你瞧林浩看他的眼神, 跟浩子见了猫似的, 在外面都这样, 在家的多猖狂, 连林浩都站在沈可一边, 旁人对我闲言碎语, 也不稀奇了。 我不爱做口舌之争, 何况身处林浩的主场, 争起来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立衡, 今天失礼了, 改日我登门给孙奶奶陪礼, 孙立衡也明心亮, 没事, 他老人家不在意这些, 孙总, 航班延误, 来晚了, 真是抱歉。 赵东海洪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飞鱼四才子都来了。 赵东海和石南站中间, 两边是闫诺和徐康, 连站位都和当年一模一样。 小周学妹, 石南调侃我,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打另外一个女孩子呢? 女孩子打架, 老爷们不掺和, 这是风度。 闫诺一搭一唱道, 石头哥, 你懂不懂啥叫风度? 赵东海穿过人群, 静止走到我跟前, 脱下西装, 披到我身上。 不用, 我想推没推掉, 只能看着他俯下身, 帮我系好扭扣。 林浩往着迈了半步, 被石南和闫诺一左一右, 挡了个严严实实。 赵东海, 你什么意思? 赵东海云淡风轻道, 照顾学妹而已, 跟您照顾沈小姐一个意思。 你, 林浩背对得哑口无言。 小周学妹, 可否陪我拜见老夫人? 昆蓬学长, 没问题。 孙老夫人过百岁生日, 身体很硬朗, 只是神志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不清楚。 老夫人, 小赵助您俘如东海, 寿笔南山。 好好好, 好孩子, 老夫人乐呵呵地打量我, 女朋友真漂亮啊。 奶奶, 我是小周啊, 我刚还跟您聊天呢, 您不认得我了。 小周啊, 我左个还梦见你结婚了,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请奶奶喝喜酒啊, 不是做梦, 五年前我结婚, 您还来观礼了, 孙力横朝我摆手, 然后指了指头, 又不清楚了, 孙奶奶非让我和赵东海坐他边上。 林浩来敬酒, 神渴也跟来了。 小鹿啊, 孙奶奶热情地拉着林浩的手, 我家力横要是有你一半能干, 我就放心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 赵东海在一旁发问, 奶奶, 您喊的是哪个小鹿啊? 首富鹿家的鹿鸣啊, 小沈的老公啊, 不是吗? 我和赵东海一边憋笑, 一边点头称事。 林浩脸色一沉, 碍于颜面还得强颜欢笑, 奶奶, 我是小浩, 宴会结束, 去套间换衣服, 一出来就看到阴魂不散的林浩。 他冷脸质问, 你跟赵东海怎么回事? 不是说过了吗? 学长照顾学妹, 我老婆不用他照顾, 林浩抓住我的手, 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 林浩, 你放手。 拉扯间, 赵东海来了。 放开他。 林浩挑衅道, 我们夫妻吵架, 跟你有什么关系? 林浩, 作为男人, 你连路名都不如。 赵东海这句话, 大概砸到林浩的废管了。 林浩一拳挥过去, 赵东海反击, 两人当场扭打在一起。 住手。 别打了。 我拉住林浩的胳膊, 他一甩手, 我后退两步, 跌坐在地上。 你们别打了, 快送我去医院, 肚子疼, 去医院的路上。 林浩脸色惨白, 唇上没有一点血色, 抱着我的手不停哆嗦。 认识林浩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他, 怕成这样。 疼不疼, 不疼。 林浩显然不信。 是真不疼, 我本就是扶着墙自己坐下去的, 为了让他们停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若不是我不屑于搞神可那一套, 就我这演技, 毛尖壁罗, 春夕湖龙井加在一起, 都得管我叫声大姐大。 连夜做了一套检查, 医生对着报告左看右看, 没啥问题, 指标还比以前好了。 林浩连忙提醒, 他两小时前摔了一跤, 肚子疼, 医生拿听诊器听了会, 问题不大, 以后当心一点。 走出医院, 已经是凌晨两点。 来的时候, 赵东海和石南各开一辆车。 学长们, 能借一辆车给我吗? 石南让出了驾驶位, 老大的车, 随便开。 赵东海一路都挺安静, 直到这会儿才开口, 开慢点,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嗯, 我沉默地驾驶, 一旁的林浩看着窗外,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那晚是怎么说服路名的? 这一问, 问得我猝不及防。 车子驶出主干道, 进入一条更为冷清的之路。 我说,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婚姻就是这么回事。 林浩目光苦涩地问我, 我们的婚姻也是这么回事吗? 我自嘲道, 我们? 我们还不如他们呢? 车子停下, 窗外是我住了五年的地方。 陆明是真心实意爱神渴的。 林浩, 你爱过我吗? 林浩敏唇不说话, 知道我为什么送你回来吗? 因为凌晨两点, 在医院门口打不到车的滋味, 我尝过, 林浩哑然地看向窗外, 目光停留在我们曾经的婚房上, 眼圈渐渐泛起微红。 好, 她呼出一口气, 声音沙哑, 我们离婚, 三天后, 我们在双方律师的陪同下, 签了离婚协议书。 离婚冷静期一到, 就去民政部门办了手续。 孩子的抚养权, 听你的。 我还以为她会跟我抢。 陆甜甜给我分析, 说孩子留我这儿, 林浩就有理由继续纠缠我。 我每天忙都忙死了, 才没那么多功夫被她纠缠。 聚精周年庆, 赵东海邀请我参加庆典。 落地海事那天, 赵东海抽不开身, 来接我的是沉默寡言的徐康。 学长, 我想回学校看看, 方便吗? 方便。 说来也是奇怪。 识男话多, 言诺毒舌, 徐康寡言, 他们三个我都记住了, 唯独不记得赵东海那会是什么样子。 立通的网点还在运营, 现在是小张在管理。 小张? 小周姐? 小张一眼认出我, 您回来玩吗? 是啊, 算故地重游吧。 对了, 你等一下, 小张走进库房, 在周转箱里翻找, 找到了, 我接过他递来的档案袋, 什么东西? 一个收件人信息不明确的包裹, 你走的前一天有人放网点的, 我一看收件人叫小周, 估摸着是给你的。 打开包裹, 看到一本相册。 翻开相册, 我看到了大学时代穿着立通工作服的自己。 徐康开车, 我看相册, 大约三十来张照片, 有我送快递的, 有我坐在操场边吃资饭团的, 有我在宿舍楼下收件的。 看完所有照片, 照相人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他高高壮壮, 头发剪成干净利落的板寸, 总是穿着一身运动服。 我穿梭于网点和寝室之间, 他流连于食堂操场和自习室。 我走到哪儿都是行单影支, 有时能落下几身快递小妹。 他所到之处, 总是熙熙攘攘, 围着一群女生。 某天下午, 我正给快递车贴海报。 飞鱼网。 同学, 开网店吗? 报我家快递的名号, 入住平台有优惠哦。 他发出一连串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 短短七年, 他竟然把那条小鱼养成巨鲸了。 他找了你整整两年。 徐康的声音将我从回忆拉回现实, 你嫁给林浩那天, 他终于找到你了。 大学期间, 我住单人宿舍, 没有时间参加社团, 唯一的朋友就是小张。 毕业后, 我换了手机号, 又把名字周静改成周静。 除了公安, 恐怕谁都找不到我。 我们都成家了, 他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黄昏时分, 我们赶到赵东海家。 别墅前的空地上, 三个直男正在用蜡烛摆心。 都怪老颜, 知道今天有事, 开会还啰里巴缩的, 实难把锅甩给颜诺。 颜诺不服, 你还有脸怪我。 不知道是谁, 买了一把带金字的红蜡烛回来, 害我们下了班, 还绕路去买蜡烛。 我以为老大要带小周上山摆摆, 赵东海不爱甩锅。 他低着头, 勤勤恳恳地摆蜡烛, 还时不时调整下位置。 徐康倾可两下, 三人寻声看过来, 撤。 实难喊了一声, 拔腿就跑。 另外三个下意识跟着他跑。 老大, 你跑什么? 回去回去。 赵东海尴尬地退回来, 掏出打火机, 我先点个火, 我坐到他边上, 帮他一起点蜡烛。 照片拍得不错, 赵东海的脸红得要低下血来, 你收到了。 嗯。 我轻笑一声, 点亮了最后一支蜡烛, 我刚结束一段婚姻, 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家伙, 我不介意。 赵东海连忙道,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 我介意, 我需要一点时间。 这份感情太贵重了, 贸然接受是不负责任的。 赵东海会议, 好, 我等你。 周延出生那天, 他的亲爹和干爹 正在海外市场杀得昏天黑地。 陆大小姐说是来照顾我的, 结果来了以后, 就围着周延, 研究这孩子长得像谁。 多亏有陈宇, 忙前忙后, 给我喂水喂汤。 眼睛像林浩, 鼻子像你, 剩下的都像赵东海, 我忍着疼骂了一声, 去你的。 林浩先到一步。 半年未见, 他瘦了一些, 但气色不错。 远离审可后, 他又恢复了从前的神采意义。 林总, 您得这么抱, 陈宇手把手地教林浩抱孩子, 林浩小心翼翼地学, 我偷偷往门外嫖。 他到了, 在门口呢? 陆甜甜说话很小声, 架不住病房就这么大, 在场的又都是听力上家的年轻人。 林浩不舍地放下周延, 关照道, 你好好休息, 我过几天再来。 好, 林浩一走, 某人迫不及待地推门进来。 还疼吗? 他倒是没瘦, 头发稍微留长了一点, 还留了些胡茶。 疼, 不过还行, 小雨, 陪我去买点水果吧。 陈宇会议, 好啊, 静姐, 我们去买水果了。 谢了, 这两天辛苦你了, 赵东海先看了我一阵子, 又起身去看孩子, 这娃娃长得像我, 滚。 全文完。